叙利亚是美国中东计划的一个支点,伊朗才是核心,按照美国的千年大计,拿下叙利亚大块伊朗控制世界的咽喉中东,从而将俄罗斯围困成天安一云的皮若之雄,然后再对下一个霸权挑战者下手,从而实现美国霸权万万大的目标。 军事专家指出,在叙利亚局势很难扭转的情况下,美国只有攻击伊朗,才有可能改变态势,当然这个也是十分危险的招数,美国之所以一直没有动手,就是一直在考虑自己能否承担动武伊朗可能产生的极大负面作用。 伊朗不仅仅拥有数千枚个型导弹,更没关键的是其背后有大过的影子。 虽然,叙利亚决战已经打响,但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还是开始了。 美国国家利益网站9月13日报道,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约瑟夫沃特尔,上下9月12日明确表示, 中东战区的陆海空三军兵力已经完成部署调整工作,完全具备了执行作战任务的能力,很明显约瑟夫沃特尔就是向外界表明,已经做好了军事打击伊朗的准备。 美国National网站13月报道,约瑟夫沃特尔同时指出,伊朗是破坏地区稳定的主要因素。 海外地区的其他七个国家,应该团结在美国周围,形成新的针对伊朗的包围圈,为地区和平做出贡献。 难道叙利亚不打了,放弃最后决战吗?也许并非如此简单,美军瞄准亚洲大国伊朗出手,还要拉拢多个小伙伴一起上,其实就是美军在中东的真正用心。 俄罗斯卫星网分析指出,美国突然将矛头指向伊朗,就是唯唯就长的策略。 俄媒认为,美国是为了分解在叙利亚的巨大压力,并故意恶化伊朗局势组织俄罗斯。 法先生评论认为,美国突然在伊朗发力是在预列之内的,因为美国的战略重心一直在伊朗,确实伊朗才是中东的咽喉, 霍尔木兹海峡才能达成坚一发而动全身的效应。 美国在叙利亚制造紧张局势,也是为了收拾伊朗做铺垫。 难道美国真要打吗?目前看困难还是不少。 当然,对于美国的策略,伊朗、俄罗斯等也早就预料到了,也都有了自己的应对策略。 美国战略之夜网站报道,伊朗一名高级军官警告说,将会跨越海洋暴富千败伊朗的敌人。 该网站还指出,伊朗还有一些秘密行动在悄然实施,美欧都可能遭遇危险。 同时媒体透露,伊朗原子能组织负责人,发立一些公开警告美国,如果伊朗不得不退出核协议,那我们绝不会再回到之前的核计划研究水平,而会站到更高的位置上。 很显然亚洲大国伊朗,已经做好了抗击作战的最坏准备,这次直接拦出了杀手锏,重启更高水平核计划。 不仅仅美国害怕,更为担忧的是欧洲,因为他们将直接承受,因此带来的严重后果。 美国来势凶凶打击伊朗,伊朗亮出杀手锏底牌毫不屈服,美军的新包围圈计划,反而因为相关国家内斗难以真正形成。 伊朗局势如何走向,值得密切关注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